和您分享文章之前 我们先来做个小测试 现在 闭上眼睛 脑海里去想 你最思念的人 此刻 内心里的那种感受 叫做思念 您该明白 它虽然柔软 却无比坚韧 与您分享 吴念珍的文章 思念 小学二年级的孩子 好像很喜欢临坐 那个长头发的女孩 常常提起她 每次一讲到她的种种琐事时 你都可以看到她眼睛发亮 开心到藏不住笑容的样子 她的爸妈都不忍说破 因为他们知道 不经意的玩笑 都可能给这年级的孩子 带来巨大的群怒 甚至婴儿阻断了 她人生中第一次对异性 那么单纯而纯洁的思慕 双方家长在笑庆时 孩子们的表演场合里见了面 女孩的妈妈说 女儿常常提起男孩的名字 而他们也一样有默契 从不说破 女孩气管不好 常咳嗽感冒 老师有一天在联络簿上写说 临坐的女生感冒了 只要她一咳嗽 孩子就住着眉头盯着她看 问她说 是不是咳嗽的声音 让你觉得烦 没想到孩子却说 不是 她咳得好辛苦哦 我好想替她咳 老师最后写道 我觉得好丢脸 竟然用大人这么自私的想法 去污蔑一个孩子 那么善良的心意 爸妈喜欢听她讲 那女孩子点点滴滴 因为从她的描述里 仿佛也看到了孩子们 那么自在 无邪的互动 我知道 为什么她写的字那么小 我写的那么大 因为她的手小 小到 我可以把她整个包起来哦 爸妈于是想着孩子们 细嫩的双手 紧紧握在一起的样子 以及他们当时的笑容 她的耳朵有长毛哎 亮晶晶的 好好玩 爸妈知道 那是下午的阳光照进教室 照在女孩的身上 女孩耳轮上的汗毛 逆着光线 于是清晰可见 孩子简单的描述中 其实有无比深情的凝视 三年级上学期的某一天 女孩的妈妈打电话来 说她们要移民去加拿大 我不知道孩子们会不会有遗憾 女孩的妈妈说 如果有 我会觉得好罪过 没想到 孩子们的反应 倒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平淡 有一天下课后 孩子连书包也没放 就直接冲进书房 搬下世界旅行的画册 便坐在地板上翻阅起来 爸爸问她说 你在找什么 孩子头也不抬地说 我在找加拿大的多伦多有什么 因为某某 他们要搬家去那里 画册没翻几页 孩子忽然就大笑起来 然后跑去客厅抓起电话打 我耗的时候 还是一边忍不住地笑 之后 爸爸听见她跟电话那一端的女孩说 你知道多伦多附近有什么吗 有瀑布耶 真的 书上写的 你听哦 你家那块瀑布 是世界最大的瀑布 骗你的了 他是说 你家拉瓜瀑布 是世界最大的瀑布了 孩子要是有遗憾 有不舍 爸妈心里有准备 我们知道唯一能做的事叫陪伴 后来女孩走了 孩子的日子 寻常过 和那女孩相关的连接 好像只有她书桌上那张女孩的妈妈 手写的英文地址 寒假前 一个东洋温润的黄昏 放学的孩子从巴士下来时 神情和姿态都有点奇怪 她满脸通红 眼睛发亮 右手的食指和拇指 好像捏着什么无形的东西 快步地跑向在门口等候的爸爸 爸爸 他的头发耶 孩子一走近 便把右手朝爸爸的脸靠近 说 你看 是摸摸的头发耶 这时 爸爸才清楚地看到 孩子两指之间捏着的 那两三条长长的发丝 我们大扫除 椅子就要翻上来 我看到木头缝里有头发 孩子讲得既兴奋 又急促 一定是摸摸以前夹到的 你说是不是 你要留下来做纪念吗 爸爸问 孩子忽然安静下来 然后用力地不断地摇着头 但爸爸看到他的眼睛慢慢冒出了 不知忍了多久的眼泪 他用力地抱着爸爸的腰 把脸贴在爸爸的胸口上 忘情地嚎啕大哭起来 而手指依然紧捏着那几条 正映着夕阳的余光 在微风里 轻轻飘动的发丝 很长一段时间 我觉得思念是一件可耻的事 觉得思念是让人羞愧的 是不坚强的 所以在成长的过程里 我经常会把思念捂在心里 直到他把记忆撑破 直到新的思念 模糊掉原来的思念 直到新的遗憾 覆盖掉旧的遗憾 所以我无比庆幸 现在开始懂得去表达 所以我也愿意把这份 遗憾的感受分享出来 让青春里的人能够多收到一点点提醒 做最真实 最自然的自己 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365读书 收听更多主播音频 我是潮雨 我无比欢欣于 每天有你的陪伴 晚安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